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12月8日 严拉巴特渐入佳境 今日 曼联主场2比1击败车子 苏菲恩严拉巴特 在赢得比赛后 接受了MUTV的采访 并谈到了他在球会的艰难开局 尽管他坚称他并不想为他最初几个月的表现找借口 苏菲恩严拉巴特说 我们在输给纽卡素后每个人都感到失望 但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够做出的最好回应 我很高兴赢得了比赛 这是最重要的 我尽力帮助球队 我的开局有点困难是正常的 我不喜欢找借口 但我没有进行过季前赛 对于每个球员来说 这都很困难 我带着伤病开始 通常你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 但没有时间 球队需要我 所以我必须立即投入战斗 我是一个拼搏者 当主帅需要我的时候 我永远不会说不 英超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联赛 但我很高兴 一步一步 每一天 我都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我很高兴我们赢得了比赛 我表现得相当不错 但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我还有更多可以提供的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